宝莲化从地而出 空即是地 地即是空 这都是以官场异性说的 这个宝莲化是金刚为梗 妙宝为藏 莫名为业 光明宝王已为其台 宗宝赛相已为其虚 无数宝王 弥妇之杀 那这个台上还有个楼 一个楼官 这个楼啊 叫普纳十方法界藏 就是法界藏 法界藏的法界当保十方了 寒帐的十方 颜色是奇妙的 金刚为帝 签驻行列 一千个柱头 这柱头不是石头 都是宝贝塞成的 摩尼宝成的 颜夫他皆以为其弊 宗宝英落四面垂下 街壁蓝巡 周扎庄严 是楼光宝有如意宝莲莲座 这个座啊 是以宗宝为严丝量 妙宝蓝巡 宝衣兼烈 宝正宝王 以宝其上 宗宝征翻周扎垂下 微风许动 广流阴法 还发出阴声呢 风一吹发出阴声呢 宝王草宗 语中妙华 宝王草宗 常是落下来 像下雨一样的 于是形容词啊 形容是妙华 宝灵多宗 宝美妙阴声 保护右开 催促阴落 摸泥深中 流出香水 宝相口中 出莲花网 宝丝子口 吐妙香云 梵行宝伦 出随也要阴 金刚宝灵 出入菩萨大怨之音 宝月场中 由佛化行 出佛化行 出现化身佛 净藏保亡 天三日佛 受生死地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一天出生了 缘寂了 缘寂出生了 就这样 不停地出生 不停地入涅槃 日障莫尼 放大光明 遍到十方国差 莫尼保亡 奉起佛 圆满的光明 毗洛哲诺 莫尼保亡 行供养云 供养血 祝佛如来 如意诸王 念念四限 普贤的神变 充满法界 虚尼保亡 出天宫殿 天助才女 送送妙音 各扎如来 不可思议的 唯妙功德 妙音里曾说 是赞叹出佛的 不可思议的 所法的功德 而是善财同刺 见入十座 看见这个宝座了 佛有无量众座 围绕 一个宝座之外 入十之座 围绕 围绕这个宝座 摩耶夫人 再比座上 这我见到了 谁做这个宝座呢 摩耶夫人 现在什么神呢 这一切宝座上前 想敬赛神 敬赛神是无神的了 清静的吗 还有赛相吗 这形容这个赛神像啊 无赛相的赛相 超三界的赛神 越界 赛界 无赛界 现的色神啊 没有这个样子的神 超出三界了 一出一去住有去神 天人 恶修罗 地狱鬼祖神 二十五有的去 都没有 没有住去了 随心要在神 心里喜欢 现什么神 就现什么神 法界神 摩耶夫人现的女人神 一切世界无所作 没有形象的形象啊 不可以制作 普周片赛神 周片就赛 都是摩耶夫人神 是有多少呢 等一切众生说 众生有好多 就像好多神 无等比的色神 那些众生生灭倒剑过 无比赛神 那些众生把颠倒之剑都灭除了 没有颠倒之剑了 灭倒剑 无量中赛神 谁众生神 众种现 想见什么神 菩萨就现什么神 无边向塞神 普现种种柱形象神 普对现塞神 以大自大自在而实现 以大自在实现 就是众生想见什么神 菩萨就现神 菩萨就现身 无来也无去 无来的散神 无来无去的散神 无来无去呢 你说 就是没有散神的散神 不灭散神 不灭散神 离语言的散神 这散神呢 没有语言相 但是不灭 非死散神 得入实过 非虚空身 垂陷四过 无动散神 生灭容力 没有生灭相 不坏散神 法性不坏过 和法神相 法神无相 就无相的散神 言语道断 没有言语 一向散神 一向是无相的了 什么 以无相为相 如相散神 随你心吧 你心想现个什么 就现个什么神 如幻散神 幻化自所生的 如焰散神 但相所持的 如影散神 随愿现身的 如梦散神 做梦现的 心里的变化 法界散神 性静入空 虚空相 大悲散神 常乎众生 无奈散神 念念周边法界 无边散神 普敬众生共 无量散神 超出一些语言 无助散神 愿度一些思见 无助散神 横化纵神不断 无生散神 幻愿所成 无生散神 无生散神 超四肩共 无实散神 定亲所欠 三位献的 没有形象的了 就是法界神了 不生散神 随众生谢而献的 众生有什么业 有什么缘 菩萨就献什么身 随他献 随他的意 如意猪散神 如意宝珠 是什么身 没有神像 如意你想献个什么像 就献个什么像 菩玛业众生愿 无分别散神 单随众生分别其量 菩萨没分别 众生有分别 众生分别什么身 菩萨就献什么身 离分别散神 也众生不能知了 众生有分别的 无尽散神 今众生计生死计 散神无尽 众生身有尽 心灵散神 同意如来 无分别共 如来散神 什么样子呢 非赛非寿 非想 非行 非识 没有散神 四天的苦受乐受 都灭了 菩萨究竟没有 众生想见什么 菩萨就献什么 但是众生想见什么 都想的 非非想 没有 就是众生 显所显 菩萨本身 没想 非行 都是入患 不是夜所行的 历史 菩萨的智 空无性 一切众生 圆断 成就了什么神呢 寂灭神 涅槃神 而是三才同志 见摩耶夫人 随众生 心所乐 众生 显见个什么 菩萨就献个什么 就是随众生意 究竟摩耶夫人 是什么神的 法身 法身 法身无相 所以众生心愿 这三才同志 参见摩耶夫人 所见到的 并没有语言 还没有请问 还没有请问摩耶夫人 你下回再讲吗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 兜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立红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 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 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全身 护持邮局华佛长号 504444468 504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 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智业 年度共生 护生总会相 12月28日星期四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九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新逸法师 柜台法师 广乎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秋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致业花莲分会 城镇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值班义工 半日班 环保组义工 相当组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赔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僧或者说是僧家的概念 僧在梵在梵文中称为三个大乘议证当中说 僧者 外国正因 民曰僧家 此方翻译民和和 所以呢 僧家是因义意义是和众 也就是和和的意思 所以呢 僧家也称为和和众 和和僧或者海众 大制度论当中说 僧家勤严重 都比丘一处和和 是名僧家 在古一当中呢 僧家还有另一个名称 叫做狮子 孔雀王 咒经 有约 僧家 两眼 狮子 通常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凡夫 凡夫的话呢 人数在四位或者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比丘 或者比丘女的结合 集合 那我们称为这个僧众 但是呢 如果是圣者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以上呢 大概就是有关这个僧宝的一些 简单的介绍 所以说在九五节所写的这句 礼赞文中呢 对三宝呢 进行了非常 恭敬的顶礼 礼拜 那具体来说 什么是非常恭敬的 顶礼呢 怎样算是非常恭敬的呢 就是要身口一三门 合一的去顶礼 前几堂课当中呢 我们也大概就讲出了顶礼啊 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 所谓恭敬顶礼 就是要三门合一 口中念着 李赞文 肢体上要合掌 或者摩拜等等 做出这个礼拜的姿势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心里心里面要诚心诚意的去意念 要非常认真专注的去想着三宝 然后呢去进行顶礼 这样才算是三门合一的顶礼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 周杰到这个藏地的时候 已经是年过半了 应该差不多是已经有六十多岁了 但是呢 他在礼拜的时候呢 身体依然是站得非常直 姿势非常的标准 然后呢 双手举到 举过着这个头顶 进行礼拜 据说呢 因为年事已高啊 他在礼拜的时候呢 小腿呢 都忍不住这个颤抖 但是呢 他还是坚持顶礼 连求解都 求解这样的尊者 都如此的去顶礼 行持 所以呢 我们为了可以累积福德 也都应该要 同样的方式和状态 去好好认真地去 做好这个顶礼 所以说 卓杰在这个颂词这里呢 开篇就 礼赞三宝 其实是在开门见身的 交给了我们一个口诀 就是说我们在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应该先对三宝 礼拜 供养和齐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心愿 就会实现 这就是九五节 交给我们的一个道 就算是最终 这个心愿 未能达成 这样做 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 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 噶丹派著名 隔西 牛苏巴的这个寺院里面 有一位僧人 和来自这个 朗汤巴大师的寺院的一位僧人 两人呢 结伴而行 在穿过 篇布果拉山口的时候 由于呢 这个地方呢 经常会出现强盗 所以呢 两人就 盘算着啊 应该 要如何应对 这时候呢 这个 牛苏巴寺院的那位僧人 就做了一些 躲马 想要 献给护法 希望呢 就自己不会遇到强盗 而这位来自这个 朗汤巴寺院的这个僧人呢 就说道 如果遇到强盗 能对成就佛果有所帮助的话呢 遇到就遇到吧 反正 三宝是辩知的 那 要抢什么 就随便让他们去抢吧 所以呢 他就这样 一路上呢 一直不断的 这样 齐寝是三宝 没有做任何 其他的事情 后来呢 这个噶丹派的一位大德 听说过啊 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说道 就是应该要这么做 要是想知道 菩提道登论的这个教法 是否还存在 就看看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先顶礼和七情三宝 就知道了 这就是 检验这个登论教法 存在于佛的关键 这就是检验的想办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登论 大家就应该学会 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都先礼拜和供养三宝 就算是有的时候 可能条件不允许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 在心理齐寝和礼拜之后呢 再去实施实行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口诀 说到这个随时齐寝啊 其实 这应该变成一种 我们的习惯才对 这是作为一位佛弟子 应该时时刻刻 都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啊 齐寝三宝 齐寝佛菩萨 不一定是要在这个佛像面前 才能做的事情 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当中 甚至呢 都可以成为像口头禅一样的 一种习惯 比方说呢 我们在赶不上这个公车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想到三宝 齐寝三宝 让我们不错过列车 或者在这个网速太慢 网路卡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马上齐寝三宝 或者在学习工作当中呢 遇到一点点问题或者麻烦的时候 也都应该立刻齐寝 甚至有时候呢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找不到了 也可以立刻齐寝 在藏地呢 有一种说法 就连嘴巴烫到了 就会马上齐寝 总之呢 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细节 任何情况 不管好事坏事 大事小事 都要马上想到去齐寝 如果能把这种齐寝呢 就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呢 成为一种潜意识中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脱口而出的一种 下意识的齐寝 那就最好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三宝佛菩萨是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的 意识不大 他们存在的人 是我们自己 不是他们 他们是随时随地的 可以帮助和加持我们的 而且他们 什么忙都可以帮得上忙 因为他们是有求必应的佛菩萨 所以呢 我们千万别客气 不要觉得好像麻烦当佛菩萨 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不要忘了 他们是千变万化 千手千音 无处不在的 像那个电影 Lucy一样 而不够信任他们 不寻求帮忙的人 是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 慢慢地养成 时时刻刻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齐寝 和一年三宝的这种习惯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只有我们能把这种齐寝三宝 佛菩萨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完全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在临终的时候 不管有多害怕 多惊慌失措 或者有多痛苦 都能马上的齐寝三宝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所以呢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 可能才会比较有把握 比较坦然 要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呢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习惯了 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 有意识地去培养 时时刻刻地去练习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